女生请男生吃饭 她最想吃的是什么 吃豆腐 请问你觉得钱重要还是女人重要 钱没了可以再赚 但是小姐姐再不泡就老 你觉得哪种人最不讲卫生 女人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女人洗澡 你觉得人到中年像什么 我觉得人到中年像西游记 为什么 因为有悟空的压力 八戒的身材 沙斯恩的发型 唐僧的唠叨 最重要的是你西天越来越近 请问今年去哪里发展比较合适 西北 为什么 最起码饿不死 有口风喝 请问全世界的女人都说过一句谎话是什么 我不要 我不要 请问你能用一句话来形容现在男人的婚后生活吗 娶了个祖宗 生了个爹 请问你上学的时候为什么总会困呢 因为学校是梦开始的地方 你有优点吗 我这个人呢 长相不行 身材不行 性格不行 经济实力也不行 我就一直思考一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 之前的我活了这么多年 后来我终于想通了 我吃饭还行 请问你天天出来玩 你老婆放心吗 当然放心啊 我给了她两方面的安全感 哪两方面呢 既没长相 又没钱 请问你能说一说女人的保质期吗 20岁的女人 没贼心 没贼胆 贼却一直见习着 30岁的女人 有贼心 没贼胆 有老公看着 40岁的女人 没贼心 有贼胆 有孩子看着 50岁的女人 有贼心 有贼胆 但是贼 没了 请问你最喜欢的宠物是什么 美女 还有什么 请问你觉得男人有了钱 会更快乐了吗 男人有了钱 不一定会快乐 但是 只要他有了钱 别人就会想方设法的 让他快乐 请问大师 世上有不耗色的男人吗 曾经有过 但是已经灭绝了 为什么会灭绝 因为不耗色 借点钱行吗 借钱干什么 气凉了 我想买张被子 借了你还得上吗 要是还不上 咱们就一起干 好变